针对台北地方法院今天裁定 研压柯文哲主席 台湾民众党表示遗憾且愤怒 自从今年的8月30号 北检滥权搜索柯文哲主席 以及台湾民众党 再到柯文哲主席收押 觐见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至今检方仍然提不出足够的证据 起诉柯文哲主席 反倒是看到检方以A案来办B案 配合了媒体办案 让舆论未审先判 政治黑手毫不掩饰地介入司法 这已经让全国半数的民意 不信任司法 而今天的赖清德总统 更是打脸了2008年的赖清德委员 还记得吗 当年的赖清德委员 在扁案发生的时候 曾经说 积压是伤害人权的做法 政府不顾程序正义 压人取共 对比现今赖政府对待柯文哲主席的做法 人民都看在眼里 有将近六成的民意认为赖清德总统是双标 而今天赖清德总统继续的双标 这不只是对于柯文哲主席 以及台湾民众党造成伤害 更是对于台湾司法攻心的伤害 本党呼吁 有证据就起诉 没有证据就放人 两个月之前 柯文哲主席遭到积压禁件 却主动放弃抗告 他欲请检方穷尽一切的努力 厘清案情 但后续我们看到的是 北检大规模约谈民众党工作的同仁 以及相关人等道案 但令人遗憾的是 多数人和金华城毫无关联 而北检直至柯文哲主席 召开盐压亭的今天 还继续了约谈 使任北市都发局官员等人 厘清案情 检连的作为 这不仅毫无逻辑 更形同虚度 这两个月以来的光阴 回顾金华城 荣基奖励审议的过程 业主是按照 都市计划法的24条提出申请 台北市政府也是依法来受理 并且是经过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 一切依法有据 相信包含了市长公务员 还有都委会的委员 皆没有明知违法而为之 然而这两个月来 铺天盖地的司法追杀 压人取购 特定媒体跟民嘴 带风向照三餐来 似后坑文哲 连合法的政治现金都被说成 都被抹黑成收受汇款 这实为司法配合媒体 自甘堕落 让司法变成司法 私人的法律 对在野党 进行政治追杀 司法应该是实现社会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但如今的司法 却为执政党效忠 赖心的总统 说一套 做一套 侦察不公开 变成侦察大公开 扫黑素摊 实为整肃一己 碰到绿色权贵 就转弯双标办案 这已经让司法的公正 蒙上阴影 因此 台湾民众党也支持 辩护律师团 依法为柯文哲主席 提出抗告 寻司法救济的管道 还柯文哲应有的人胜自由 继续